刚才看到这个台北市体育总会一直短命的公文引发众怒 但是被点名的台北市议员应小威他也出面来加码爆料了 他说现任的体育总会75岁的会长叫做吕威正 他长期连任把职会务 由于体育总会他把关各个体育团体补助款的审查工作 应小威还指控说这个会长涉嫌挪用全运会奖励金 甚至还扣押选手自非购买的运动射击枪支 却仍坐领选手的夺牌奖励金 不过对此会长吕威正他也是出面反驳指控 公投法三读通过之后 时代力量票选公投题目结果出炉了 第一名是攸关劳权的制定最低工资法 时代力量因此要赶在明年一月份提案八月份联署 只希望可以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 选民到时候就可以对最低工资法投下公投票 晚间最新消息 由演员蔡昌宪跟闪灵乐团主演的电影《冲组》举办首映会 除了导演郑文堂还有闪灵乐团的所有成员之外 还在当兵的蔡昌宪也出席了首映会 这个周末就是跨年了 不知道观众朋友今年要去哪儿跨年 我们带来看不少人是想要抢看电影女神谢金燕的风采 好所以准备跨年就要攻向高雄的梦世代 那么目前在成功二路上这个舞台已经开始搭设了 有部分的路段是双向封闭的 高雄市政府也公布了交通输运措施 在哪些地方我们带你来看 台南市六甲赤山龙虎岩还有北门的南昆生戴天府 在12月初的时候被盗请了两尊的百年神像 当时庙方跟信徒都非常的焦急 不过后来这两尊神像分别是在新北市还有桃园市巡获了 好最近庙方在迎回这两尊神像的时候 这个香炉像这样子不断的摇晃 现场信众亦润纷纷 有人说这个其实就是神机吧 中国网络上盛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耶旦夜深夜因为肚子痛 被送往专门照顾中国领导人健康的北京解放军301医院 但是这项消息是有待查证的 好接着我们镜头要转到东北亚 如果单从观光旅游的角度来说的话 北朝鲜这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国家 还是对不少人来说具有吸引力的 总是可以吸引一些游客前往观光 好但是因为平壤政府频频的试射飞弹 联合国的经济制裁越来越严格了 再加上美国政府是禁止他们的国民前往北朝鲜观光的 所以专营北朝鲜旅游的业者现在生意不断的往下掉 一架截蓝航空客机在耶旦节晚间降落在美国波士顿 洛根国际机场的时候意外的飞机滑出了结冰的滑行道 不过还好没有人员受伤 同样也是天气影响到交通 我们接着带你来到日本 这是受到炸弹低压笼罩的影响 北日本这两天陷入急动状态 北海道一条高速公路在周二前前后后发生了两起重大车祸 一度造成大约有100辆的汽车卡在路上动弹不得 好另外在流蒙港有一座灯塔在强风暴雪袭击之后 最新已经不见踪影 即将加入英国皇室的美国女星梅根马克尔 她简约素雅的打扮 说到各界的注目 那么所谓的梅根效应也开始浮现了 从宣布两个人订货的那一刻开始 她穿过的每一件衣服 搭配过的每一个配件 在网路上几乎都是秒杀卖到缺货 甚至还有服饰网站 因为流量过大一度当机 赖比瑞在26号展开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 是由副总统波阿凯跟前国际足球明星维俄 来搅筑总统大位 51岁的前新光医院肾脏科医师江首山 她涉嫌在2013年替她44名自行创立的一间公司的员工 好 卫造这个鉴检病例 还分别向健保署来申请费用总共有12万多元 周二逝林地检署侦查终结 是依照卫造文书还有诈欺得利罪将她起诉 不过对此江首山他跳出来喊冤 为人师表的身教更重于言教 但是我们带来看在台北的万芳高中经传有教官 一位校内平传教室失窃案 他为了想让学生们养成随手关门窗的习惯 竟然趁着有学生出去上体育课的时候 把其中三间没有关上门窗的教室里头 同学书包里的手机皮包通通拿走 好 这个举动引发了学生还有家长反弹 周二校方出面缓甲表示这名教官只是求好心切 但是作访不当已经自行处分 跨国电子商务邮递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中华邮政公司去年在台中成立了第一个出口货站 提供保税业者一条龙的邮递服务 现在中华邮政也即将在桃园机场的邮行中心 设立第二个出口货站 渴望替机场带来繁荣商机 国外发起带用咖啡提供咖啡给有需要 但是没有钱的民众喝 这个概念传进台湾之后 不少餐饮店也起而效尤 但是在屏东有家带用面馆 却在开设了一年之后歇业了 传出原因是因为被吃垮 有少数的民众天天去吃 甚至还打包回家 科技部首都领军要带国内新创团队 参加全球最大的消费者电子展 这回在拉斯维加斯成立台湾馆 介绍MIT团队的人工智慧新科技 作家渔夫林奎又举办新书发表会 这本新书记录着他数十年来走访花莲的点点滴滴 好不只有文字而已 更用漫画的方式把花莲的美收入其中 之前在珠宝展上 曾经被投走价值两亿元珠宝的宝石猎人李承伦 他现在不减热忱在桃源路住区 开设了台湾第一座的宝石主题博物馆 把自己收藏的宝石还有原况跟化石陈列展出 不过当然他这回展区保全有加强 另外也投保了高额的保险 来关心12月27号礼拜三 全台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早晚温差大提醒您早出晚归 要记得多加注意保暖哦 我是刘芳慈 感谢您收看明示五阶新闻 新闻最后我们带您到巴西